在上周的比赛中采用了分组对抗的方式 成绩最差的一名同学将会落入待定席 十位学员都生怕自己会落入待定席 因为如果这样的话 不仅原本作为奖励十枪学员的 五十万彩鳞下载基金将会被冻结 甚至还会失去密姑明星学院的学籍 为此十位学员释出浑身解数 在以下偶像之间的演唱考题下 已展现着自己的最佳表演 好想对你表白 好想对你表白 就叫了一把火 熊熊火光 早亮了我 手里一杯红酒眼就快滴一流 我要用生命的力 去转瞬失去大勇气 让我转眼就送你了起来 I love you 我只想我离开 最后得分最低的两位学员 分别是拜尔与朱一伟 两人将进行最后对决 落败的方将留在带定戏中 接受降学金冻结 以及学籍带定的命运 所以拜尔最终的得分是 75分 恭喜拜尔 领先朱一伟 三分多一些3.6分 最终的结果是朱一伟落败 留在了带定戏 接下来她将会面对怎样的命运呢 到底朱一伟会失去学籍 离开咪咕明星学院吗 还是能够逆血坚持 以胜利者的姿态 重返荣耀舞台呢 最精彩的内容 最激情的比赛 你千万不能凑过 马上登场的咪咕明星学院 命运交换战特别篇 咪咕明星学院 上课咯 属于 i got the bankroll imma say that i refer them no clothes i'm into that all the women exposed she threw it back at me i gave her more passing a poplum i know where it goes she had them i bought the jeans with the fur the whole club was lookin at her she hit the fur nest man you know shutty got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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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兒請個掌聲歡迎我們的極知性與感性與一生的東方惟娜師班主任周杰 大家好 同學們好老師好還有我們的觀眾朋友們以及微觀的路人甲乙丙丁們大家都新年好 今天是我們傳統的節日就是中國人要過小年夜嘛 所以在這裡給大家拜一個早年 祝我們所有的同學們在新的一年紅運當頭 最重要的是啊 同學們有機會拿到我們最高級別的一些獎勵和福利 包括五百萬元的這個獎學金 還有我們中國移動動感地帶的代言人家有沒有信心 好同學們請坐 好緊接著啊 我們要來介紹一下今天到現場的我們三位戲主任 首先讓我們來認識一下 那就是評委界的第一酷哥 畢小勢老師 第二位是曾經英俊又瀟灑的高曉松老師 以及溫柔一刀丁薇老師 歡迎三位戲主任的到場 當然啊大家都在很喜慶的時候啊不要忘記 遺忘在角落裡面就這裡帶定席的孤獨的朱一瑋同學 因為上一場比賽的這個比分的關係 所以現在在帶定席裡面嘛 今天呢在我們的課堂裡面將會給朱一瑋四次機會 每一次我們都會用不同的方式來挑這個我們的PK的選手 今天的學籍卡為戰是延續上週的比賽結果 由朱一瑋開始選擇挑戰對手 獲勝的可以回到學員區 失敗的進入帶定席 但是整期節目只有四次機會 每一輪比賽後就少掉一次機會 並且是以該輪的得分 與下一組參賽學員進行比較 沒有再次演出的機會 但是除了朱一瑋第一次可以自行挑選學員之外 其餘都是以抽籤和評委老師來決定 最後一次落敗 確認留在帶定席的學員 在新年後 將帶著帶定席的身份進入直播現場 除了被凍結的50萬元獎學金之外 還有可能第一次在現場直播中 直接去除學期 所以同學們希望你們不要做到帶定區 也希望現在正在帶定區的朱一瑋加油 接下來今天非常嚴肅 以及可怕的學籍卡位戰開始了 首先第一輪主動權在朱一瑋的身上 來有請朱一瑋同學 我先問一下在這些同學裡面 跟你私交感情最好的是哪一些 大叔 李歐啊 大叔這個稱呼李歐現在也已經很習慣了 是不是 李歐同學請坐 那在女同學當中 有沒有跟你私交感情比較好的 我之前和文小瑞就認識 好 文小瑞 那跟你相對來說 有點像最熟悉的陌生人的是哪位同學呢 MIC 因為人太多 要打成一片比較難是不是 好 你個人覺得在這些同學當中 實力最強的是哪一位 李歐 好 大叔 好的 那接下來你的選擇很重要 你有幾種選擇方式 第一 殺熟 和誰熟 你就幹掉誰 看來如果是殺熟的話 基本上就是大叔流了 還有一種呢 挑不熟的吃 那就是MIC 當然在你心中可能還有各種同學不同的歸類 所以今天考驗你的時候到來了 你會挑誰來作為你第一輪的對手 我會挑 半盒 請問這個挑選的理由是半生不熟比較好吃嗎 不是上一場我就是跟他PK嘛 嗯 然後我想從哪跌倒之後從哪爬起來的 哦 哎 這個想法不錯啊 倔強欸 霸兒 你現在的笑 我也很難斷定哈 這個笑到底是發自真心的還是勉強的 來霸兒到中間來 兩位同學在上一場最後的時候 終極PK的時候 霸兒用白化鈴這首歌 把朱依偉這把好嗓音給PK下去了 天空依然陰漫隱然有個字在飛翔 誰來證明那些沒有墓碑的愛情和生活 其實朱依偉心裡不服的是不是 沒有啦那個之前就是 評委說的那些我的話我回去仔細想了想 嗯 然後我覺得我原來剛開始不接受 然後真的我回去想了想 嗯 我一想一會從我的歌裡面就能聽出我到底接受沒接受 嗯 在我們的節目的播出期間呢 也會有很多可愛的咪咕禮物送給電視機前的您喔 只要您下載歌曲就會獲得分貝 然後登錄到12530網上商城 進行兌換 下載歌曲的方式呢很簡單 可以上12530網站 發送歌曲名到10658830 手機撥打12530999 或者通過音樂隨身聽咪咕播放器來下載 在上週屢戰屢敗的朱依偉今天一開始就挑了敗爾 可以明顯看出他像一雪前尺的企圖 不管他是戰勝對手或是敗給對方 終究他今天必須面對迎面襲來的命運巨浪 他到底會回到學院區還是留在待定席 我們進關機場最精彩的學籍卡位站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今天我們來看看再次上演終極PK 這兩位兄弟的命運是不是會有所改變呢 首先我們有請朱依偉同學 創作劇佳的朱依偉幾次失誤的表現 讓他落入了戴定席的命運 同時也凍結了他50萬元的獎學金 他今天能夠逃離戴定席的漩渦嗎 讓我們一起期待他最真誠的演出吧 來吧 落心里 眨得记住 你的声音 漂浮在眼前 站在旋律 独自等待 你的声音 漂浮在眼前 Beautiful girl 你的存在 给我无法呼吸的爱 在冬天 让雪融化 回城爱情海 Beautiful girl 你在不在 是我给我最大的爱 从今后 胸部分开 在那爱情海 谢谢朱一卫同学 来 这边请 朱一卫 刚才这首歌曲是你自己写的吗 是 那刚才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Beautiful girl 美丽的女孩 好 来看看这首歌 评委老师有没有对你有改观 丁维老师 我挺高兴的 就是 怎么说呢 我们一直坐在这儿 被大家尊称为老师 这是一直以来 我认为是一个特别尊敬的说法 但是我今天很高兴的是 我真正的行驶到了一个老师的一个作用 就是说 可能我们这一席话 对这个朱一卫真的产生了一点点影响 高晓松老师 打压了你那么多气啊 那个夸你一句 你连续的这两场写出来的这个作品 是非常漂亮的 就把我刚才这首歌 非常漂亮的 以典型的英式的那种 舒服极了 我很喜欢 上一场我们向许多时代歌手致敬的时候 每首歌都把高老师给惹哭了 今天高老师是来报复的是吧 这几句话把咱们一个 这个男人啊 咱朱一卫内心是个大男人啊 都被您说了感动的哭了 咱文小瑞说 哭啥呢哭啥呢 那大男人啊 其实我想是那种碰到知音 而且碰到懂的人 心心相惜的一种感动 是不是 一位有没有什么要对老师说的 真的可特别 我觉得米姑明学院特别 锻炼我们 锻炼我们真要马上出片的艺人 我觉得特别感谢米姑明学院 特别感谢 茶上的三位老师 最好的感谢方式就是 好好表演 好好做人 好好唱歌 好不好 朱一卫 接下来 决定你命运的时刻到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众评审 给朱一卫的这一次表现 打分 各位评论老师 请亮分 同样我们的分数 由综合人气分 来作为起始分 12分 这个综合人气榜是 12530 飞行手机报 12580 移动梦网 得出的网络综合人气榜 我们的丁薇老师 给出了9.5分 高晓松老师给出了9分 毕晓氏老师给出了8.8分 最终的总分是 86.3分 恭喜朱一卫 记住老师说的话 记住今天的感觉 继续加油 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赢 唱的是拜尔同学 有请 在上周战胜朱一卫的 楼兰王子拜尔 今天仿佛早有预知一般 眼镜以待的 等着挑战的来临 而态度淡定的拜尔 今天将拿出自己的 创作歌曲来应战 他是否能再次赢得比赛 证明自己的实力呢 让我们来听听他 发自内心的作品吧 这短短的一个星期啊 对于拜尔来说 你的命运真是跌宕起伏 从最初的危机 到松了一口气 突然之间又被推到了 悬崖的边上啊 觉得这个人生 是不是很精彩啊 呃 从小到大 从来没坐过过山车 害怕 然后来这儿 一直在坐过山车 那今天你有什么样的 杀手锏 呃 还是一首我自己的歌 叫 爱得太快 来听听这首歌 有请大尔 有请大尔 眼神的对角界 虽然就在面前 性格的不了解 再放后退 你成怀了雨天 说这样很美 让我更狼狈 不任性拒绝 爱 软弱我的任性姿态 怎会变得不勇敢 说穿了这身 害怕你不再 我和你相遇是场意外 为何却剩下伤害 时间重来能不能填满 我们之间的海爱得太快 请让我说完对吧 忘了给你时间习惯 如果爱能再排 我会慢慢来 爱得太慢 请原谅我也有不安 希望给你全部依赖 如果是我活该 能不能原地等你回来 谢谢拜尔 原创的歌曲 爱情的故事 真实的故事 用心在唱 我记得定文老师上一次对于拜尔提出的要求是 希望他找到一个让人记住的位置和风格 因为你每次看到他好像都觉得是不一样的拜尔 今天你觉得他有找对自己了吗 我觉得你今天这个演唱如果分两部分来说 创作这部分我觉得做的很好 这首歌写的很成熟 词曲我觉得都很好 唱的部分不如写的部分 谢谢老师 好 毕小事老师 首先我觉得 并不是说你因为你唱的有问题 而影响到你的作品 你的作品是蛮成熟的 只是说你在唱的时候 你抓不到一个对比 因为可能你自己写的 所以你从头到尾的音量 或者处理方式都差不多 只是像一个流水帐一样把它唱完了 其实我觉得很细腻的地方 你是把一些歌词的一些重点 和不重点的一方一样的区分开 让音乐有起伏感 那刚才拜尔同学这首原创歌曲 是不是会得到大众评审的青睐呢 各位老师们请亮分 巴尔的成绩 除了能证明自己的实力外 也考验着 是否会再次沉重的打击朱依伟 而朱依伟今天180度的态度大转变 与超完美的创作演出 可以说是获得评委们 一致的大大赞扬 拜尔能轻松过关吗 朱依伟能离开带定席吗 广告之后 最具张力情节的咪咕明星许乐 马上回来 在12530飞行 手机爆12580移动梦网得出的 综合人气宝 巴尔同学的基础分是14.5分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看到各位老师 在不断的累加这个分数 目前分数已经过了60分 70分 丁薇老师给出了7.5分 高晓松老师给出了8分 毕小事老师给出了8分 目前分数已经接近80分 会不会过呢 3 3 2 1 总分 82.5分 命运的转盘在我们的舞台上 发生了作用 在此刻之前 最危险的是朱一伟 来 一伟这边请 但是一伟挑选了 拜尔 他想从失败的地方爬起来 这一次他成功了 现在最危险的人变成了拜尔 而且拜尔比朱一伟更危险的是 当他在挑选你的时候 他手上还有四次机会 当你在挑选别人的时候 你的手上只剩下三次机会了 拜尔加油 朱一伟 恭喜你 安全了 请归队 你看 这个舞台上真是变化莫测 那拜尔现在要做到我们的待定席上 稍作思考和休息 好不好 来 谢谢 其实我觉得 接下来的我们的PK 越来越恐怖的一件事情 如果 朱一伟 刚才还是自己挑选自己想要的对手 可是到了后面 拜尔 你已经没有主动拳了 你只能看老天的安排 待会儿我们会有一个抽签的方式 看命运之手 把谁送到你的旁边 好不好 接下来我们请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抽签筒 在这个里面有八组同学的名字 除了朱一伟之外 拜尔要在其中随机的抽取一位 来 作为你的挑战对手 来 拜尔 希望你有好运气 所有的同学的面色 并不一定都比你好看 来 李轩荣 来 我请轩荣 今天 成为对手啊 虽然是命运的安排 我要告诉你的是 如果你这一战落败的话 你比他更惨的一点是 你只有两次机会 嗯 拜尔请继续在带定区里面观看轩荣的表演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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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荣嗯 我曾经相信 会遇到那个人 或许能把你代替 我曾经相信 降温的冷空气 降温的冷空气 留着你的气息 我对于遗忘 还无能为力 你 还为你 保留了位置 就算你背影 如今 也渐渐的消失 哦 爱 是无法 改变的位置 如果能再一次 我还是这样的坚持 啊 还为你保留了位置 就算我的心 还依然充满了位置 哦 啊 是无法 那边的位置 失去你 只是 残忍的事实 谢谢 谢谢轩荣 前两次 轩荣都是用一些快节奏的歌曲 蔡依林的歌曲 跟我们展现了她柔软的腰声 非常厉害的这个 体操的那个腿弓啊 还有这个神代的舞蹈 今天呢 完全是用安静的唱歌的方式 林伟老师 您觉得如何 嗯 我觉得 算是水准至上的演唱 当然 但是我想给你一个 一点小小的建议 这首歌的编曲 如果不是弦乐 你可能 听起来会唱的不错 但是因为这首编曲里面 有大量的弦乐 而且这个 这个弦乐的音量还不小 所以你在跟这个弦乐在一起的时候 你没有在弦乐之上 所以让我感觉 你一个人在追一辆车 很吃力 那个弦乐就像一辆车 你知道吗 如果下面只是一个钢琴的话 那可能你就在跟一个人并行走 十二你们俩还可以对看一眼 节奏速度是一样的 所以说千万以后 因为你还不算是特别大号的那种嗓子 就是说能声能曲 到上面高音非常漂亮 你还是会有一点局限性的 所以一定要选比你再小一点点的歌 像这个歌 编曲再简单一点的话 听上去你就不会那么吃力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以后选歌的一个经验 好 那刚才老师都说到了一个声音的处理 和上升空间的问题 那接下来就是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了 我们要量分了 来我们再次请上拜尔 宣荣的分数决定了你的命运 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 对不对 宣荣你平时跟宣荣的关系怎么样 还不错 好 就是不错到什么程度 万一今天他到那边去的话 你心里会难受吗 我觉得今天不管谁到那边去 不光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很难受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 要不要跟宣荣 手拉手传递给她一个力量 来看看宣荣这一次的得分有多少 那宣荣呢 在12530飞行手机报 12580移东梦网 得到的综合人气榜的分数是 18.75分 接下来请各位评审老师亮分 我们BAR的分数是82.5分 宣荣是不是能够超过82.5分呢 3 2 1 81.5分 谢谢 我的天啊 怕一分了 BAR 真不是你挑的 这个真的是 有没有什么话对宣荣说 不说了 BAR眼眶都湿了哈 宣荣可能要继续加油 要到戴定区 但对宣荣来说 手上只有两次机会 而且也都不能够由你主动来挑同学 所以命运会把谁安排在你的旁边 你是不是能够回到你自己的座位上面 老实说现在没有人知道 而且 你也没有在唱的机会 你将带着你的81.5分走到下一轮 好 没问题 BAR运气不错 但是 心情不一定好 对不对 拉着的手也不愿意放掉 你要送他过去了 好 感觉是把自己的女朋友交到别人的手上 恭喜BAR同学 BAR同学请回座 那接下来呢 我们依然是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 宣荣的命运 来 宣荣 宣荣抽到的到底会是谁 我先看一下 中书棋 天呐 李轩荣大叫一声的原因 原来是她抽到了最不愿意抽到的中书棋 由于李轩荣私下与中书棋情同姐妹 而且是实力与人气都相当接近的学员 面对命运无情的捉弄 以及再次面对戴定席的双重压力 却无力回天的李轩荣 内心的挣扎跟痛苦 是参加节目以来最受煎熬的一次 中书棋会击败李轩荣回到学员区吗 还是会代替姐妹 受到戴定席的威胁呢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小姐 你们的表情是什么表情啊 那个表情好像觉得是惨到家 有人在她身上砍了一刀的表情 不是因为我们之前有讨论过 舒淇有问过我 她说如果之后比赛就会走到最后 如果有时候要选谁 PK的话 你最不愿意选到谁 她有这样问你 她跟我说她的答案是我 真的喔 我刚才看到名字是中的时候 我就啊 怎么会那么巧 人是没有那么幸运的 脱皮吃就好了 你们就脱了了 OK 好 我不会再说 好 那就好 孙荣来 再带定区 好 看舒淇的表演 好 感觉 这一朋友告为 啊 再见啊 待会儿再见啊 待会儿在哪儿见啊 那舒淇今天你准备的是什么表演 今天 就一首 这是一首自己蛮 蛮喜欢的歌 对 是叫What you waiting for 那我们来看看舒淇的表现 风格独特的中舒淇 以后来者居上的姿态 在学院里保持超高的人气 名列前三甲 然而 面对好姐妹抽到签的压力 她会故意放水让她吗 还是努力维护自己的名誉奋力一搏呢 让我们来看中舒淇今天精湛的演出吧 对 今次 medida 作词 这四个铁 我想 你 我们 以后 常 你 在 啦啦啦啦啦啦啦 Like a girl he's stuck in a moving car A scary conversation song like I would buy the brakes What they say that you are a clumber That you'll be a woman if I do it alone Really care cause it's your life you never know it could be great Take a chance so you might grow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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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you waiting what you waiting what you waiting for What you waiting what you waiting what you waiting what you waiting for Take a chance take a chance to do my girl Like a little bit how you're repeating yourself You know it's so hard why are you standing in one place Bloan to blossom blood to perish Your moment will run out cause your girl's a chromosome You know it's so messed up how are society of things Take a good chance so you might grow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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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oting for your someone You're looking for your heart check What you waiting what you're waiting what you waiting what you waiting for Sam霊 T necesit This is the best they're fantastic Students 哎呦 哎呦 不錯喔 欸 不錯喔 欸 舒淇並沒有因為 那邊站的是你的好姐妹 今天表現上有所收斂 反而是卯足了鏡 要把自己的能量散發出來 此時說太多也不好意思面對那裡 是不是 好 那我們讓丁薇老師來說好不好 丁薇老師 很好 我覺得看她的表演真的很開心 我覺得她是那種天生 就是可以忘我的那種人 這個忘我未必是唱什麼苦情歌的時候 搞得滿臉痛苦啊 就是像這種很快樂的歌 她也是很忘我的在裡面 聲音的角色扮演有很多 她裡面有各種各樣的聲音的處理 很有意思她很享受這個過程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你是一個天生應該幹這個的人 然後又很有喜感 謝謝老師 這評價很高欸 高老師寧願一位舒淇寫歌嗎 她不是這路子 她這路子我還真寫不了 我這我不是那個 我拿左手寫詩子 她能不能寫出來 因為因為英文歌的嗓子種類有很多 美國有各種各樣的嗓子 從牛的到驢的到鳥的 什麼嗓子都有 所以你的嗓子在演繹英文歌的時候 並沒有讓我感覺到很獨特 但唱中文歌的時候 整個華語樂團的女生裡 就沒有你這樣的嗓子 也沒有你這樣的唱法 對 所以你一旦唱中文的時候 馬上就會讓人覺得特別的好 因為就沒聽過 所以以後盡量不要唱英文歌 因為你跟那個 最高的那幾個英文歌的大歌手 你還是比不了 好 謝謝 接下來馬上看分數了 好好好 那個心情好不好 那也就是一分鐘之後就會揭曉的事情 12530飛行手機報 12580移動夢網得出的綜合人氣榜 我們的舒淇的基礎分是17分 那接下來我們的評位老師會給幾分呢 各位請亮分 中舒淇的分數如果高過李宣榮 李宣榮就只剩下一次機會能挑戰了 但是萬一自己沒挑戰過關 那麼這個壓力就會落到了自己頭上 相信全力以赴的中舒淇 要如何突破這命運的關卡 在他自己心中也是一個未知數 廣告之後 超刺激的咪咕明星學院等你回來 我們的評位老師會給幾分呢 各位請亮分 目前八十一點五分的李宣榮 已經沒有再表演的機會 也就是他將以這個分數 與中舒淇一較高下 他到底能順利過關嗎 他能夠擺脫戴定席的命運嗎 接下來就要看評位老師給中舒淇的分數 來做決定了 我們看到丁薇老師打出了八點二分 高曉松老師打出了七分 畢曉獅老師打出了八點六分 剛才我們宣榮的分數是 八十一點五分 那現在我們看到 舒淇的總分是 八十三點八分 恭喜失局 哇 宣榮差兩分兩點三分啊 那接下來就祝我們宣榮好運了好不好 來 舒淇恭喜請回座 目前為止場上最危險的人 從朱憶瑋命運轉到敗兒 命運轉到中舒淇 最後落在了宣榮的身上 鮮榮最可怕的一點是在於 你現在手上只有一次機會了 而這一次機會你不能自己選擇 也沒有辦法求助上天的安排 因為出現了一組人 這組人是比上天更可怕的人 他們來決定你的命運 那一組人在那兒 丁薇老師 高曉松老師 畢曉獅老師 將會商議選定出一組選手 來和你PK 這樣 因為待會會發生什麼樣的事 我真的也不知道 但是我想在現在大家都 還蠻開心蠻平靜的時候 來聽聽看你的同學們 對你留下的印象是什麼樣的好不好 好 我們先挑最會說話的班長來發個言 好了 班長 如果你是評委老師 你會挑誰和宣榮PK 那就挑我吧 因為在 利益和哥們情侶面前 我會一無選擇的選擇哥們情侶 我真的我寧可 對 坐那兒的人是嗎 對 不用擔心 您坐著吧 這樣 咱們找一個 你覺得在班裡面最帥的男生是哪一個 不能這樣講 每個都好帥 我講跟我比較熟的吧 嘴意 我們AK裡面的小A了 不要哭啦 眼線留下來了 這算什麼朋友啊 本來人家都沒注意到 宣榮一直都是一個非常非常努力的一個女孩子 然後也是最溫柔 然後又很有力量 一個 好厲害 溫柔又有力量 一般我們都形容媽媽了 最後我們的 團隊人數最多的MIC派個代表吧 誰跟宣榮比較熟一點啊 其實我們幾個也挺內向的 也不愛跟別人說話 然後 然後 有一天我 我看到他 然後 不知道怎麼會就敢跟他說話 然後我說 這有什麼不知道怎麼回事 大家都知道啊 好 您繼續看 我是因為他有一次我感冒了 然後他說自己是藥師 他說自己在大學是學 學草藥的什麼什麼 我說哇 黃藥師啊 然後 然後我說那 那可以給我開幾副藥嗎 然後他就 特別負責任的 晚上就到我們 到我們房間來給我們送了 好多我看不懂的藥 你吃了嗎 吃了第二天就好了 你膽兒也挺大啊 看不懂的藥你也敢吃啊 其實我就把他當成弟弟啊 學草雖然我比你小 但是我沒有把你當成姐姐 我跟妳講大家都很好 瑤瑤也很好啊 誰 瑤瑤她也蠻照顧我的 瑤瑤請起立 她很特別 因為剛開始她來北京的時候 我們問她說來北京去哪逛 她告訴我們就是說 去故宮 然後去長城 然後她 她比較喜歡一些 就到每一個城市 她可能會去先選擇 文化景點 這種旅遊景點 你喜歡有內涵有知識的女生就對了 我覺得有內涵有知識大家都會喜歡的 而且還長這麼漂亮 對 來我們的薛榮這個人緣真的是非常的好啊 男生女生都跟她的關係 不錯啊 那剛才我們這一段啊 開心是開心啊 但是這個沒有用啊 你們當中必定有一組要出來跟她PK 好不好 那接下來 我們很認真的很嚴肅的 我們請我們三位評委老師 選擇一位你們覺得應該和薛榮進行較量的同學 哪位評委老師 我們三個一起 我們剛剛是叫做跟著感覺走 來吧看看 一二三 一二三 MIC 你們準備的曲目是 我的王國 喜歡有文化的這一位 你選擇好好表現 還是放水 如果我不好好表現的話我覺得 你就完了 我們就對不起在座所有的人 是啊 包括薛榮 MIC 加油 有請 不會吧 李薛榮 李薛榮就只剩下一次機會挑戰了 三位評委一致提出要MIC男團來引戰 剛才還和李薛榮打罵悉鬧的MIC男團成員 不到三分鐘 竟然要和剛剛的女主角李薛榮挑戰爭奪最後的機會 那麼今天他們會連相信日成為戴罪羔羊 還是會不負粉絲與觀眾的期望 保持最佳的演出狀態呢 讓我們畜目以待吧 FoWu A&E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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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無盡地拼走 安靜一秒鐘 把聽我的宣言 我有全世界把我的音樂唱出來 這是我的萬物別人永遠選不來 別害怕看不來我的領土就是愛 我帶著你帶著你脫離苦海 我的音樂就是我自己的王牌 我帶著你去的王牌 你覺得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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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累嗎 謝謝 現在才覺得腿軟有點晚了 好 來 來 一排站好 我們來聽聽看我們老師的點評 丁薇老師 不錯 首先有一點我想肯定你們的就是 我還真是看過很多國內年輕一代的組合 好多都沒有你們身上這種陽剛之氣和帥氣 我覺得這一點非常好 就是說舞又跳得很帥 然後也沒有一個娘娘腔的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接下來高巧聰老師 代表你們的師父 痛斥你們 因為你們居然在表演之前 讓我們大家等了十分鐘在那商量 然後在那筆劃 甚至還要排一排 人家所有人說說演下來就演 你們還遠遠沒有到了說 喊然的能坐在那說 就等著那個最後的時候 我要說的第二點是 你們從來的時候就這樣 每一個人都進步了 你們是唯一沒進步 好 接下來我們請上宣容 來 好 MIC會得多少分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12530飛信手機報 12580移動夢王得出的 綜合人氣榜上 MIC的得分是15分 這個分數是不錯的一個分數 那接下來我們各位評依老師 會給幾分呢 各位請亮分 我們來看一下 丁薇老師給出了7.2分 高曉松老師給出了7分 畢曉氏老師給出了7.5分 分數在向80分進軍 還會再動嗎 3 2 1 總分是79.7分 謝謝 今天表現非常非常好 首先我 老師們肯定也看得出來 今天兩觀眾肯定也看得出來 因為我這裡首先要給我的團隊說 對不起 自己在跳舞的時候有些忘動作 這是 這是組合 尤其是五個人跳舞的團體中最不能發生的問題 但是我今天發生了 所以剛才還沒有打分之前 我就想提前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真的不在乎這個比賽到最後我們會是什麼樣的結果 只要能給我們機會再不得讓展現就OK了 就夠了 只要給我們機會 謝謝 因為我們相信我們肯定還會有下一場演出 下一場演出 我會帶給所有觀眾朋友最精彩的演出 所有觀眾朋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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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繼續加油 恭喜軒榮 謝謝謝謝 謝謝 加油加油 在這裡我不得不殘酷的告訴大家 MIC在這一輪當中 每個人的五十萬的獎學金凍結 進入待定區 是不是能夠 留在我們的明星學院 三月份的直播 我們見分享 好不好 有沒有信心 有 期待MIC的好表現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所有的老師 謝謝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和粉絲朋友們 我們下週再見 謝謝 大家是不是看這幾位學員的表演 還不過癮呢 沒有關係 請馬上登陸 3W.12530.com 明星學員東聽的歌曲一網打盡 移動用戶發送 咪咕加上學員編號 或學員姓名到10658830 或撥打125309999 加上學員編號 即可搜索下載您喜歡的學員的動人歌曲 即可 並非 您可以 您知名 請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